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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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K Games 製作Take 2發行的Bioshock 2 終於推出了 相信不少的粉絲都等到頸都出來 今次繼續講在海底城穿行冒險 而且加入了全新的多人對戰模式 相信一定可以帶給你全新的遊戲體驗 故事以上集10年後作為背景 主角更加在上集令到玩家陷入苦戰的Big Daddy 不過來到10年後的海底城 以往可以以一敵八的Big Daddy 在這個世界已經落伍了 普通的居民都能對付他 再加上今集親身的敵人Big Sister 究竟今集的Big Daddy 怎樣應付越來越厲害的敵人 可以說幾乎在任何一個遊戲平台 都能夠見到珍珊獲夢霜系列 而在PC上推出的珍珊獲夢霜 按賣神章獲夢霜就已經移植到PS3 今集還可以聯想PC版的伺服器 和其他玩家齊並肩作戰 展開這個無雙無將的三角生涯 今次PS3版的遊戲內容 大致都跟PC版一樣 一開始可以從三角勢力之中選擇其一 展開自己的武將生涯 雖然都會有萬獲的南萬軍出現 但只屬NPC操作的勢力 另外還可以進行12人對12人的對戰 角色的實力完全似乎身上裝備而定 所以平日要好好強化一下自己的武器 由開發馬騎的韓國廠商開發的新作龍之月 在韓國方面已經開始測試 近日還有它的新宣傳片公開 一起看看 龍之月結合Q版人物和鮮明色調的遊戲 場景於一身 研發團隊希望大腿玩家 就好像在家庭遊戲機上戰鬥的快 遊戲初期就具備四種職業 包括戰士、弓箭手、法師和牧師 而在這次劇情宣傳片裏面 他們將會英勇登場 拯救遭受襲擊的小鎮居民 而玩家在遊戲裏面 未來亦都可以經由轉職 而變成包括劍術大師、熔兵和弓箭大師等職業 相信很快就會有中文版推出 大家耐心等下 請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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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